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神的话说成不是话 是行动 是一件事情而已 所以最近流行这种动态主义 就好像让讲道中的权柄有新的一种重要性 讲道是一种救赎性的事件 在这个救赎性的事件里 神的道在那里 神的道在 透过这种救赎性的事件 教会就被护照存在了 但是因为这种的动态主义 把上帝写下来的话的权柄 准则性的权柄都倒空了 就是圣经没有权柄 这个新的动态主义的讲道观完全的彻底的改变了 讲道的权柄 讲道的权柄不在于内容 在于形式 你做就是了 人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说等同就是上帝的话 人讲出来的话呢 只可能在这个启示的事情 启示的事件里成为神的话 典型法德的说法 另一方面呢 这种形式的权柄 就是讲道有权柄 你讲就是了 讲什么不重要 这种的形式上的权威呢 又完全没有任何客观的准则来阅制它 所以在这种讲道的处境里 所说出的任何的话都可能成为神的话 The preacher is no longer bound to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讲道者已经不再受到上帝必自欲输的写成的话的约束了 This dynamic view of preaching 这种所谓动态的讲道观 has already encouraged sacramentalism 已经在鼓励一种过分注重胜利的胜利主义 The event can certainly occur in sacramental action as readily as in preaching 这个救助性的事件呢 可以在讲道里发生 当然也可能在胜利 在洗礼圣餐的时候发生 Indeed if revelation is not communication 诚然的 假如上帝的启示不是传递 就是不是传递什么资料 什么命题 什么概念 什么内容的话呢 The verbal process of preaching constitutes a variant 那么讲道这种讲话的过程呢 就成为一种的拦阻 not found in the liturgical action of the sacrament 这种的拦阻 在胜利的动作里 是没有的 The last stage of this line of thought is reached when it is suggested that 当学者们 做出下面的建议的时候呢 这种的动态主义的思路 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他们建议什么呢 That preaching is effective only because it is sacramental 为什么讲道大有功效呢 只是因为它有胜利性 有胜利的性质 什么性质呢 Employing verbal symbols 他们用人的话这些的符号 Rather than water, wine and bread 而不是用水,酒和饼这些的符号 所以花语跟水跟饼都是符号而已 The relation of word and sacrament in the theology of the Reformation is then precisely reversed 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 上帝的道和胜利之间的关系呢 恰恰就是把它翻转了 Once 曾几何时 宗教改革的时候 The sacrament was called The Verbum Visible 圣利是被称为能见的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是写下来的 可以讲出来的 然后圣利就是一种的 用看得见的符号来表征神的话 Now 现在不同了 Preaching becomes a sacramentum verbale 现在讲道成为一种说出来的圣利 圣利重要 然后呢 讲道呢 讲道就是用人的话来表达圣利 所以重要性放在圣利 这个就把改革中就越来越靠近路德中 再过去就是天主教 加州威明寺的神学院有这种的倾向 本章第二段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经的圣言论 我再说不是系统神学的方法 是用圣经神学 就是历史的方法来讲 神的话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e Scriptural Kerygma 当今的学者们在讨论圣经那个Kerygma 所宣讲的信息的时候 In spite of their learning and value 虽然他们很有学问 好像很有价值 Have commonly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他们大体上都没有体会到 圣经里的圣言论 和他的含义 The authority of the written word 上帝写下来的话的权威 which is unfolded in Biblical Theology 这个话语的权威 在圣经神学里面展开的 as the basis of all authority and preaching 就是 讲道理一切的权威的来源 is denied or minimized 那学者们就否认 或者至少把这种的 写下来的话 圣经的权威 说到最少 最少 假如今天要有一种 讲道的权并 带有权并的讲道 一种的真的更新 真的复兴的话 我们必须要研究 上帝话语的启示的圣经神学 换言之 假如今天真的有道可传 你的讲道真的是 耶和华如此说的话 那先要看圣经里怎么说神的话是什么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authoritative scriptures of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信念就是福音成全了 实现了 应验了 旧约的权威性的圣经 请注意应验或者实现 或者成全这个字 是最重要的 Dodd's work C.H.Dodd这个学者写了一本书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urriculum to the old testament 他写了一本关于新月的宣讲的信息 和周月之间的关系 Bears the illuminating title 他说他的书名是很有启发性的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照着经上所说 The substructure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新月神学的深层结构 按照经上所说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 In the climax of Luke's gospel 现在开始讲 福音如何实现 如何应验 如何成全 旧约神的话 在路加福音到了巅峰的时候 The written Christ opens the scriptures to his disciples 复活的基督 为他的门徒们打开了圣经 当然是旧约圣经 And open their minds 开了他们的心窍 to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s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第三十二节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 为我们打开了圣经 到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 的吗 然后第四十五节 我们从第四十四节开始看 耶稣对他们说 现在是第二次扩大的一般的门徒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四十五节 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open their minds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四十六节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等等 耶稣基督打开圣经 让他们明白 也开了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 就算听到了天使们 在空的坟墓那里显现 仍然是混乱的忧愁的 因为他们的心太迟钝了 太迟钝相信一切 圣经们所说的 第二十五节 路加二十四 二十五节 before their eyes were opened to know the Lord 他们的眼睛 心里面的眼睛 还没有被打开 来认识主之前 their minds were opened 他们的心窍先打开了 to understand his word 来明白 来理解他的话 所以在认识耶稣之前 他们先认识 他的话 因为耶稣基督 开他们的心窍 and their hearts burned 他们的心是火热的 with the recognition that Moses and all the prophets have spoken of Christ in his sufferings and glory 他们心是火热的 因为他们现在认清了 知道了 摩西和所有的先知们 都是在讲论 耶稣基督 他的受苦 和他的荣耀 旧约的主题是 耶稣基督 他的受难 和他的荣耀 the first preaching of the resurrection is Christ's own exposi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所以 第一次讲 基督复活的道 是基督自己讲的 在第一次的讲道 耶稣基督亲自来 权势了救援 this indeed is not a new message on the lips of Jesus 这个并不是 耶稣的口中 说出一次的新的信息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these are my words which I speak to you while I was with you 44节 that all things must needs be fulfilled which are written of the Lord Moses and the prophets and the Psalms concerning me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和诗篇上 所记得凡几书 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以没有新的 yet the message is renewed and realized 然而 这个信息更新了 这个不新的信息 成为新的 and realized 这个信息成为事实了 in the fact of the resurrection 透过耶稣去复活 这个事实呢 这个信息 实现了 成为事实了 这里有几个字 是很难翻译的 一个是fulfilled 是应验 是实现 是成全 realized 实现 成为事实 都可以的 要看上下文 要看科罗尼的书里面的上下文 每一次用的时候 可能不一样 the witness of the disciples on receiving the Holy Spirit 当门徒们 领受圣灵 的时候 他们的见证 is to these things 就是见证 这些事 见证什么事啊 见证摩西 和先知们 和诗篇的话 都是指责基督 他的受难 和进入他的荣耀 not merely to the fact of the resurrection 门徒们的见证 不仅仅是见证 复活这件事 which apart from the witness of scripture would be regarded just as the other disciples regarded the report of the women as an empty tale 因为主耶稣 复活这几个事实 假如没有圣经 旧约圣经的见证的话 那么就好像 其他的门徒 会这样对待 这件事的 他们就会看 这些妇女的 报道 是空谈 就是假如没有 圣经的见证 but to the word of God fulfilled in the resurrection glory of Christ 那些门徒们 不是这样的 见证基督的复活 他们宣讲基督复活 是在宣讲 the word of God fulfilled 在基督复活的荣耀中 上帝的话 应验了 成全了 这里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基督的复活 不要把它只是 当作是铁证代判 在护教传福音的时候 拿来做一个事实 坟墓是空谈 你看证明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不仅仅这种的 很冷酷的事实 基督的事实 有整本旧约圣经的预备 预言 预表 This core of Christian preaching interpreting scripture 而他们如何解释圣经的模式 是绝对忠诚的 他们完全忠诚于解释圣经 以解释圣经教者来讲论耶稣基督 The structure and even the vocabulary of this passage Modes Luke's reports of the apostolic witnessing acts 路加福音第24章 这一段经文 整个的大纲 整个架构 甚至所用的用词 是塑造了路加在使徒行传 如何报导使徒们的见证 就是说路加24章这段是钥匙 让你明白使徒行传所有使徒们的讲道 什么钥匙呢 就是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和诗篇 整本旧约圣经 是讲论耶稣基督 祂的受难和基督祂荣耀的 换言之 道过来说 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是成全了 实现了 应验了整本旧约圣经 这个就是钥匙 就是照着经上所写 这个是钥匙 去明白使徒行传的讲道 Peter on Pentecost 在五旬节那一天 彼得 preaches the suffering and glory of Christ from Joel and the Psalms 那一天 彼得是从粤耳书和诗篇 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荣耀的 In the temple 在圣殿中 After the healing of the lame Man 彼得 医好了瘸腿的人之后 Peter's proclamation is of Christ's sufferings 彼得所宣讲的 是宣讲耶稣基督的受苦 《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十八节 但上帝承接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然后彼得宣讲了 这要来的荣耀 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 接着圣先知的口 所说的 Peter continues used by quoting from Moses 彼得继续地引用摩西五经 as to the Messianic prophet 他继续引用摩西五经 如何论到这一位 弥赛亚先知 彼得这样的宣告 第二十四节 从撒末尔以来的众先知 凡所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的日子 保罗在《帖撒尔雷迦》会堂的讲道 由路加做一个总结 也是同样一个的模式的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第二节和第三节 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成名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This was the whole burden of Paul's preaching 这个就是保罗的讲道的 整个的负担 Before King Agrippa 他所讲的信息的 所讲的并不外乎是 众先知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就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引用到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3章18节 第3章21节 第3章24节 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7章 第2到3节 《使徒行传》第26章 第22到23节 还有其他的 路加将报导保罗的讲道 有另外一方面的证据跟支持 就是保罗他自己如何总结 他所宣讲的福音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 第3节到第4节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3天复活了 临前15章3到4节 同样的 彼得论道 基督的灵 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作证 Testifying beforehand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the glories that should follow them 1 Peter 1.11 彼得前说第1章第11节 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 或者见证 基督受苦难 后来的荣耀 This preaching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word of God carries evidential force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坟墓是空的 这个是一个护叫的 一个证据 Colony说 这样来宣讲 上帝的话应验了 本身是有证据 这样的能力的 Paul seeks to persuade his synagogue hearers from the scriptures that Jesus is the Christ 保罗是透过圣经 来劝服 在会堂中他的听众们 劝他们相信 耶稣就是 弥撒亚 就是基督 The appeals of the gospels of Matthew and John to the Old Testament 马太福音 跟约翰福音 如何诉诸 旧约 引用旧约 同样的 再加上一些的经文 which Jesus pointedly fulfilled 耶稣基督 恰恰就是 应验了 这些特定的 这些的经文 所以耶稣基督 他不仅仅是 出生在伯利恒 应验了 米加书五章第二节 由童争里出生 应验了 以撒亚书七章十四节 等等 耶稣基督 整个的 道种肉身 整个的生命 所讲的一切 包括他的死 他的父 一切的一切 都是应验 都是成全旧约的 这个是 使徒们所宣讲的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 忽略旧约 来传耶稣基督的 你要传耶稣基督的话 你要传的是那位 应验旧约的主耶稣基督 应验旧约的 弥撒亚 先知祭祀君王 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